潮剧 舞剧 大锣鼓 传统民俗 彰显文化传承 肠粉 鱼角 甘草果 潮世风热小吃 牵动归香油子的鲜 乳鹅 海鲜 红桃果 年节美食 寄托美好祝愿 潮州菜 功夫茶 国家级飞仪 带动乡村振兴 人望 家望 事业望 敬请收看本期消费主张 潮州别名凤城 位于广东省东部 是中国历史文化名城之一 得天独厚的环境和温暖的气候 为潮州带来了大自然丰厚的馈赠 潮州人对十年巴结极其重视 因为疫情防控 现在虽然看不到以往五龙五湿 潮州大螺谷等热闹场面 但这把年货护到新年好的人们 也会让你真真切切地感受到 养货年了 潮州人对年味的记忆 几乎都藏在了街头巷尾的味道里 也是走到哪里都割舍不下的 让他们心心念念的潮州味道 也许就来自家门口开了几十年的一家小店 在外地工作的黄冉是土生土长的潮州人 回潮州过年对他来说最期待的 除了和父母团聚 就是去吃一顿想念已久的潮州小吃了 这就是他最熟悉的家乡年味 这不过年放假回家第一天 他就起了个大早 来到了这家老子号长粉店 这家长粉店已经开了三十多年了 店主谢汉明今年已经七十多岁 在潮州 长粉的制作方法与其他地区略有不同 是用纯米浆制作的粉皮 黄冉说 他喜欢这家长粉店独创的味道 将鸡蛋 肉末与米浆一起蒸制 几张米浆皮分别蒸熟后 蛋黄还保持流心状 盛住盘中撒上香菇 虾米等配料 脸上独家调制的酱汁 一盘美味的长粉就完成了 这是我熟悉的那个味道 而且这个酱料 简直就是这一盘长粉的灵魂 像我们潮州传统的长粉 加的是芝麻酱 然后老板这个长粉是他自己独门秘制的酱料 你们看啊 轻轻地一搓 蛋黄就流出来了 哇哦 每次来就是点那个最大份的 吃不完我就打包回去了 鲜嫩可口的长粉下肚 再去下一盘寻找棉味 一顿早餐只是一样对黄然这样的归乡人来说 显然是不够满足的 这个巷子是我小学的必经之路 每次上学都要经过这条巷子 老旁边有一家鱼饺店是我超级喜欢吃的一家店 过去吃看看吧 老板来一份鱼饺 好 黄产说这家鱼饺店的味道是他从小吃到大的 十几年了味道没变 老板余辉和他太太黄文贵一起打理这家奶奶辈儿就开始经营的老店 春节前夕 他家的网络订单和小店生意都比平时更火爆 从小就 我奶奶他在做这个嘛 从小就在他身边 帮他像锅鱼去骨啊 然后吹吹这个鱼浆啊 然后呢擀这个皮 味道怎么样 味道很鲜美很地道 如果再来炒这个的话应该还会来吃 鱼饺皮色透出粉红 看起来十分喜庆 皮用纯鱼肉反复垂倒而成 包上猪肉等馅料 汤底加入紫菜等提鲜 除了鱼饺还加入鱼丸鱼面 吃起来爽口弹牙 层次丰富鱼香四溢 鱼饺除了下汤还可以煎炸 被潮州人称为腐饺 也是很费功夫的传统手艺 余辉说 他们家的鱼饺最讲究的就是新鲜度 每天他都亲自采购所有食材 早上很早 像这个市场呢 我就去采购这些食材 一定要新鲜的 才能够保持这个鱼饺 它吃起来非常的Q弹鲜美 吃完了鱼饺还不过瘾 恍然又开始逛起了街边的传统小吃店 还准备打包一些带回家 特别是用潮州特有的方法调制的甘草水果 这时候正好可以帮助消食 边煮边吃 别提多爽了 潮州四季都有新鲜的果树 将鲜果用煮熟的甘草 加适量白糖和盐腌制 让甘草汁的香味渗入水果中 变成了美味的甘草果 吃完大鱼大肉 来一口甘草水果 特别能解腻 是潮州人熟悉的家乡味道 潮州长达136公里的漫长汉岸线 造成了世世代代以陶海为生的千万鱼民 长期的鱼业生产生活实践中流传下来的鱼鸽 体现了潮州人对食鲜的重视 春节时 潮州家家户户的餐桌上也是离不了海鲜的 饶平县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 也是越东最大的海产品集散地 饶平县浙临湾 水域68平方公里 因风平浪静水深淤积少而形成天然的两岗 郑振雄和他的同事们正在鱼排上忙 或者为春节备货 到广州的 这个是到广州 这是在挑什么呢 我们挑规格 三斤的四斤的五斤的 不同的规格给分开 对 我们潮汕人过年 特别是我们海边的 我们桌上必须要有余 也意味着年年有余富贵有余 在春节期间我们海鲜都最好卖的 从腊八开始后一直有很多被年化的人就过来给我们订化了 郑振雄一家三代都是做海鲜生意的 2007年他想应政府号召去文莱搞养殖 最近因为疫情 所有业务才全部转回国内 春节前 他们通常会变得非常忙碌 每天凌晨四点多开始起网 发往广州深圳的活鱼 要赶在上午十点装船 才能保证新鲜送达 他们每天要加班五个小时 才能满足春节期间的年货需求 我们另外一个主要是做加工的 是取一片 现在不是大家做那个一只菜嘛 我们先把在中央厨房里面 给它先处理好 我们住海边天天都吃鱼 但是到春节我们会挑比较高冬一点的 比如石斑鱼 龙虾 鲍鱼之类的 像今天这个红骨是平常用得多 一般的这个是到大排蛋的 潮州人的年夜饭是自然少不了鱼的 现在的吃法更是多种多样 一条十斤的鲜活石斑鱼 能加工出四斤多的五次鱼片 零售价高达一斤一百五十多元 但到过年依然是强手货 值得一提的是 饶瓶的免鱼 它最有价值的部分是鱼镖制成的鱼胶 十斤免鱼只能出八十颗鲜胶 三斤多鲜胶 才能晒成一斤干脚 价格不菲 每斤要三千到四千元 而且越大的越贵 潮汕人过年讲究燕爆赤身赌 其中这个赌指的就是鱼胶了 我们刚刚被农业部这边 评为这个中国海免之鲜 那免疫我们最大的 就是主要是取鱼胶 营养价值特别高 像我们现在在卖市场的话 都是为了按照市场的要求 我们来定当养殖 按照客户的需求来做加工 郑正雄说 他在海外生活多年 过年最想吃的就是妈妈做的果 吃到哪里 吃到国外多少年 也是很想回到家吃 家里的这个特长 我们潮汕人 春节我们有一种叫甜果 甜怪 过年一定要的 甜甜满满 就是也一定要吃这个 潮州人以稻米为主食 做成各种形状的供品 被称为果 都一直记忆着老妈煎了这个甜果 其实我们这种甜果 别的店呗叫梁糕 但我们这里是还比较喜欢这种味道的 潮州的果有点像膏 它是潮汕地区最为庞杂的一类食物 凡是用米粉 面粉 薯粉等经过加工制成的食片 都被称为果 过年时 潮州人会制作一种红桃果 表面带有吉祥的文样 我们家家户挂年挂节都会抓着红桃果 红桃果是我们这里的特色小吃 可以其福其寿啊 连敬青是潮州菜烹饪大师 他为我们现场展示了红桃果的制作过程 将开水倒入锅中 放入精盐 生油 煮沸 将火调小 锅中加入食用染料调制均匀 把粘米粉 生粉 素粉 混合粉 一把一把盐锅边撒入 在放的时候放进了色周围 然后中间一个洞给它透气 不用搅拌 就是怕它会脏那个窝烧灸了 将粉全部放完后 把盖盖上约三分钟后 离火搅拌均匀 关火然后就进这 脏通中后才搅拌 让它当个面糊在窝里面足一点 倒出面团进行搓揉 边揉边加入生油和冷水 揉至均匀光滑 无颗粒 粉红色的果皮就做好了 馅料是用蒸熟的糯米混合五花肉 香菇等食材炒香调味 包入果皮中 用模具压制 一头煎一头圆 形似食物桃的红桃果就完成了 最后再放入龙体蒸熟 春节时 红桃果要等供奉完后才可以食用 吃的时候放入锅中煎热即可 过年前 一场潮州菜厨艺大赛的举办 也为潮州人的春节餐桌提供了很多选择 曾在首届潮州菜国际大赛获得至尊金奖的潮州市厨师协会会长孙文生和他的恩师 中国资深组烹饪大师吴钱强先生 致力于潮州菜市的创新 春节前夕 他们受邀去制作一桌过年佳宴 为保证食材的品质 他们去熟悉的档口 亲自挑选食材 选购好食材就可以开始制作了 孙文生老师要做的是一道龙舌纹鱼 寓意黏黏有余 配菜中的萝卜干就是炒出本地的菜股 需要先泡水 去掉其多余的盐分 将五花肉煸炒出油后捞出 把轻微腌制过的鲫鱼放入油锅中 煎至两面微焦 鱼煎好后 将所有配菜倒入锅中 然后加清水或上汤 大火烧开 之后转小火慢微 让其他食材的味道慢慢渗入鱼肉 因为是有那个萝卜干 所以它的味不用太多 除夕季仙祖聚宴通宵 未知守岁 潮州人在年节时 首先会将所有食物供奉在厅堂 祈福求平安 之后才会分给大家吃 这就是纳福 一汪 以酒 包括这个花财 这个大麻将就起这个音 就是童童言言 这个招财的意思 中国烹饪大师吴钱强老师 做的这道除夕团圆炉 选用的每一种食材 都被赋予了美好的祝愿 一家人围炉而坐 哪怕手碎的时间再长 也可以随时吃到温热的食物 春枣浮满糖是一道甜品 生白果泡发至内心自然脱落 然后焯水去除苦味 起锅将白糖加水 熬成糖浆 加入白果 红枣熟鞍春蛋 煮熟之后加入白肉丁 一道甜品 于是这来年会从年头甜到年尾 点睛之笔是潮粥干皮 去掉白筋 将干体切成细末 撒入干皮末 吃起来会有解腻提味 消食的效果 美食上桌 只带边客入席 宴请边客的是 廖一鸣和夫人龙素玲 他们今天招待的主客 是一位多年老友黄秋发先生 他是在菲律宾生活了 三十多年的老华侨 今年他打算留在潮州过年了 一跑到那里 还是潮州的 永远改不掉 现在年纪大了 可能是在这里比较长时间 生日归给孩子去玩 去管 不想再出去 漂泊 太辛苦了 几十年 是啊 廖一鸣 也是这座老宅的主人 他说 在许多海拔的华侨心中 老宅在 家就在 他守住的不仅是这座老宅 更是亲人的回忆 我在这个房子里面出生 然后到二十八岁 我结婚的时候才搬走 然后最后一个搬走的是我的母亲 因为我当时有了小孩 她帮我带小孩 然后这个院子就空下来了 闲置后的老宅破败严重 但却因为寄托了家中长辈的全部情感 所以不舍得卖掉 经过用心设计 廖一鸣把这座上百年的老宅 改造成为一家民宿客栈 让老宅重新焕发了生机 我们这个客栈建好之后 就是击备我们现在的生活 然后我们又不改变它的 这种中式庭院的这种格局 我们很多海外的 像我姑妈 我们海外的一些亲戚 她都非常满意 然后她每年她们都又回来 然后还要住到她们原先小时候住的那个小房间 住得很开心 百年老宅 如今已经成为很多归国华侨的聚会场所 为了传承朝著文化 廖一鸣又在老七楼里开设了一家茶馆 过年时听朝剧喝功夫茶 让更多的人领略到传统文化之美 每天要承载这么大量的一个演出的话 这个人力物力也是不少的 但是我们还是通过其他的一些进行补贴吧 我是希望能够让这些潮剧啊 功夫茶这些传统的文化能够延续下去 潮州人嗜茶如命 在潮州喝茶是不需要理由的 招待访客 饭后消食 工作之余 随时随地都可以坐下来喝上一杯 高冲 滴洒 盖墨 仲美 观光玄城 韩信点兵 一杯另一道的功夫茶是最好的待客之道 而春节走近访友 茶叶也是大受欢迎的节日伴手礼 潮州凤凰山是凤凰丹丛茶的原产地 凤凰镇十股坪奢祖村 有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 这里的人们祖祖辈辈都靠种茶养风为生 凤凰丹丛丛茶制作技艺 非遗传承人蓝泽敏 每年都是要回老家过年的 我们种茶已经好几百年了 是当地的原住民 你看我这身后的这个大树 就是我们最老的茶树 它也是几百年的历史 潮州是奢祖的发祥地 目前在潮州共有九个奢祖自然村 凤凰镇十股平奢祖村 以蓝和雷姓为主 大多都在从事种茶制茶 大学毕业后 蓝泽敏曾在一家房地产公司 担任职业经理人 2018年 因为父亲包下的茶园连年亏损 他便辞职回潮州创业 因为董经营会创新 短短三年 通过改进制茶技术 拓宽销售渠道 不但将自己家的生意 做得红红火火 也解决了乡亲们的茶业销售问题 现在是在各个村里面 我们都会设置一个叫乡村服务站 整个村正是27个乡村服务站 我们希望通过这个服务站 能够进行一站式的收购 潮州市于2020年11月 全面启动全国乡村服务官 乡村振兴新战略 蓝泽敏如今也是潮州市 首批乡村服务官之一 每年他收购老乡种植的茶 总量达到十几半截 通过投入科技 探索互联网加模式 以及加大面向年轻消费者的宣传 大大提升了凤凰单从场的经济效益 今年春节 蓝泽敏的母亲 太太和儿女 都在杭州 没办法回乡团聚 穿得这么帅啊 豆豆 你好 妹妹 豆豆 冷不冷啊 年轻点快乐 爸爸 我爱你 那你们爱不爱爷爷啊 对啦 蓝泽敏一面张罗着父亲 姑姑 叔叔等家人吃团圆饭 一面也惦记着村里的老人 准备晚上组织大家聚聚 香甜软糯的糯米糍 是奢族人年节必备的美食 将浸泡后的糯米蒸熟揉搓成环 之后放入石灸中反复锤挡 直至粘稠成酱糊状 将花生捣碎后与白桃混合 用手将打好的糯米糍粑捏成小团 裹上花生碎 新鲜粘稠的糯米糍 混合了花生的香味非常美味 也象征生活年年甜蜜 团圆饭就得红红火火 姑姑准备了奢族人过年最爱吃的糟肉 研制成红色的肉食 看起来喜庆吃起来爽口 做法也不难 将糯米蒸熟 晾温之后拌入红曲米 各类肉食下锅煮熟晾凉 取干净的毯子 放入一层拌好红曲的糯米 把肉放进去 再铺上一层红曲糯米 直至将肉完全盖住 发酵之后再加入盐等调味 放置半个月就能随时取食了 吃过团圆饭 村里的老老少少围在篝火前再歌再舞 凤凰是奢族的图腾 女孩们佩戴着酷似凤冠的同事 随着欢快的节奏跳跃着 伴随着欢声笑语 节日的喜庆戏分被推向高潮 期盼来年生活更加红火 都说潮州鲁味假天象 在潮州市 逢年过节家家户户也都会起鲁波 鲁上一些鸡鸭鹅等 拿去祭拜祖宗神明 正常的在我爸那一辈 基本上家户都会抓 现在年轻人会抓的都很非常少 正月子婿 二月韭菜 这句潮州歌谣的意思是说 新年头正是女婿孝敬长辈的时候 就像二月的春酒一样正合时 趁着春节一家团聚 陆创旭想在岳父岳母面前露一首 亲手卤一只鹅 也顺便让他们给提提意见 陆创旭目前继承副业 在经营一家卤鹅店 他告诉我们 在潮州很难说 哪一家的卤鹅最具代表性 因为每一家都有自己 独特的卤汁配方 我们的配方就是银汁银味 没有下这些其他香料 就是下这些狼姜跟红蒜 香料粉这些都没有下来 狮头鹅原产于潮州市饶平县 湖边镇西楼村 在当地亦有四百多年养着历史 精心挑选一只熊壮的狮头鹅 是成就美味的前提 正常我们挑选的鹅 我们就是挑选那个满一百五十天的 潮汕有句俗语 稚鸡 硕鹅 老鸭母 说的就是吃鸡要选小 鹅要大 鸭要老 一只一百五十天的石头鹅 能有十六斤种肉质肥厚 宰杀时不能把其腹部完全剖开 只是在喉部和下腹部开两个洞 将内脏掏出 洗净后晾干水分 再将鹅的里外都细致地抹上食盐备用 起锅 大火将白糖和水熬成糖浆 之后放入所有卤料加入开水 陈年的老卤水沉浸醇厚清香透亮 在添加一些鱼露 大火烧开之后 将整只鹅放入锅中不停浇卤水 使它初步上色以后盖上锅盖 卤了差不多三十分钟 我们现在开始来进行一次钓汤 不然它会外面熟了里面也没有熟 还有一个不经营 用钩子钓起鹅 从锅中不断咬卤汁 浇到鹅的腹腔内 使其内外受热均援 钓汤后将鹅翻面 加入青蒜继续慢火卤制 之后还要反复钓汤三四次 直至鹅肉内外都入味上色均援 我们朝战人 鸿鸣挂节 一定要有一只卤鹅 无鹅就不成烟 美味的卤鹅做好了 外皮可以浇上卤汁 蘸取蒜泥白醋来提味 不同的部位 滋味和口感也不一样 瘦的地方味甜 肥的部位很香 也有人喜欢鹅头鹅翅和鹅掌的耐嚼 鹅肠 鹅肝和鹅针使用方便 深受老人孩子的喜欢 全家骑上阵 各种美食也陆续上桌 三代同行其乐融融 贴上春联挂上灯笼 顿时有了过年的气氛 年年顺景 福星照 岁岁平安好运来 一家人团团圆圆 就是春节最大的意义了 在欢声笑语和美好的祝福声中 新的一年到来了 红庆融昌过年都有什么习俗 杀年猪 做粉条 捂肉笼 贴春莲 欢欢喜喜过大年 孩子们放假回家过年 最想吃的是哪道菜 炮猪汤 烤卤猪 猪油泡吧 炮锅蒸鸡都有什么讲究 欢迎收看家乡的年味 重庆融昌 炮猪汤 烤卤猪汤 烤卤猪汤 炮猪汤 烤卤猪汤 炮猪汤 烤卤猪汤 萤卤猪汤 炮猪汤 烤卤猪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